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华宇船部Nelson 欢迎来到大湾区 欢迎来到港人准备的深圳 我们华宇船部的深圳展厅 在路口旁边 一出天梯就会见到商业城一楼的103号铺 可认为十分之方便 我们来横宇船的免费体育团是天天出发的 我们精心观传过百个厂盘 让你去到现场最真实的了解楼本的情况 还有周边的地段交通 以及周边的配套环境等 当然还可以品尝这个最地道的美食 现在的生家看到了 今次送来横宇看楼三步 送来防晒雨遮矿泉水和湿纸泡 全程为你遮风绑雨 用心为你安排着适合你的行程 让你买得安心又放心 立即打打热线电话 6963-0900报名 我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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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我 ABCamer 大家好,我妈 applicable 我是Yeeva 今天我出現在這個位置 因為剛才我和Cava我們去畫畫那裏 剛剛拍完片 然後打算去下一個樓盤 走過那時就剛剛經過這個商場 因為剛剛到了中午吃飯時間 打算過來這裡吃飯 看到這個商場是比較新 而且它有墨東路和瑞幸咖啡 最近淚地這邊非常火爆的咖啡廳 有一個產品是茅台和咖啡混合在一起 大家有機會上來這邊可以試一下 我昨天也試了這個味道也是OK的 這個身頭它是有你可以打桌球 這個休閒上面領腳 這裡吃飯住宿 還有如果是女士喜歡平時練習瑜伽 補充好身材 這個商場全部都是有的 這個商場就叫做金沙四紀 等於是我之前有拍過一條片 叫做金沙號翼 它是同一個發展商的 那個也是臨心板塊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相信我 這個商業這個位置 它其實是屬於大阿灣的一個 含政中心的板塊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身後大家看到那個位置 就是中國海關的了 左邊就是現在新建的 含政的一個辦公大樓 因為附近它都有那個 就是走私販毒 還有那些佛苑 都在這個位置 左邊我們還看到有一棟樓 那個紅色的樓 可能你看不到的了 就在旁邊那裡 所以這個板塊是屬於含政中心 為什麼要介紹這裏呢 因為這次下來 待會我們吃飽飯之後 去第二個要拍的影片 那個樓盤就近這裏 大概就1.3公里 就是在斜對面 三分鐘就可以去到的了 那具體是什麼情況呢 因為我是聽說 那個樓盤現在有一個 非常之超高性價比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現在是在搞互動 帶正裝 帶上這個裝修的價錢 才八千多元 又在大一灣這個陷阱中心 這個位置 那究竟是怎樣 我們現在去吃東西 待會就帶大家去樓盤那裏吃 就是實地考察 好嗎 好呢 OK 剛才就在附近三分鐘 那個位置 就吃了中午飯 那現在就帶大家 進來樓盤這個位置 為什麼今天會走你這裏呢 因為呢 有同事告訴我 這個樓盤 他現在那個 價錢是特別的 損的 想想什麼程度呢 就八千多元 你就可以買到 帶正裝的 具體是怎樣 我首先帶大家了解一下 這個小區的名字 就叫做 新華年廣場 那新華年可能 很多人就覺得 哎 我為什麼沒有聽過這個名字呢 那我就詳細先跟大家 介紹這間公司 那這個新華年 它是一個上市公司來的 這個新華年集團 其實它是19年那時候 它就已經成立了 到已經 現在為止 它就已經是 是上市的了 2011年那時候就已經上市了 如果是有買股票的朋友仔 那你們可能就 會聽過 看到這個什麼 那這個樓盤呢 就是這個發展商開發的 它呢 不單止做地產 它呢 還做了這個 文化旅遊啊 化工材料啊 還有放育食油啊 還有金融 還有投資 各方面它都有的 還有酒店啊 教育啊 物業公司 這個樓盤的物業公司 都是它自己的 那所以呢 這個發展商呢 它都是一個 就是多方面發展的 一個公司 那它 開發了哪些樓盤呢 那它就 那個總部就在北京的 那它除了北京之外呢 它在全球都有產業 都有開發過 那那 那好像這個 聲曆啊 那 在歌劇院那個位置 它都有開發樓盤 那這個呢 就是它在維州其中的一個樓盤 那我們看看這個小區 附近的那些區位 和一些交通是怎樣來到呢 那這個位置呢 就是屬於這個樓盤 新華蓮廣場 它的位置 那麼呢 它就是屬於大雅灣的中心區 那什麼叫大雅灣的中心區呢 其實之前可能大家知道大雅灣萬達 是不是 那萬達呢 就在這邊 它就屬於大雅灣的西區 那這裡是屬於中心區 你們在這個位置 你看到附近這些 就是法院啊 檢察院啊 房管局啊 和這些呢 你大概可以猜到 就是基本上這個樓盤呢 它就是位於大雅灣的一個 陷阱中心這個中心這個位置 那特別呢 門口這個食法帶道呢 它是到了那個 衛民廣場那個位置 中間這條路 完全是不讓那些大車 就是很大的那些貨車 出出入入入的 因為政府都在這一塊 就是大雅灣政府 就在這個位置的了 那麼剛才我們吃東西呢 就在下面這個 金沙四紀這個位置 那麼剛才大家就看到有 麥東路啊 和它裡面那些 就是你洗腳啊 捏腳和那些 你要健身啊 儒家那些東西 全部都在這個位置 那麼我們首先看看 這個交通是怎樣可以過來 如果是坐高鐵的話呢 通常大家都知道 在西九龍 那你坐高鐵就可以去到這個 之前是叫做惠州南站的 現在就改了名的了 叫做惠陽站 你到了這個惠陽站之後呢 你再打個滴滴回來這個位置 大概就十分鐘 十兩分鐘左右 然後你去坐高鐵之外呢 然後你除了坐高鐵之外呢 它這個樓盤是最近有一個 那個收費總站 就是如果是現在 廣直北上的嘛 很多朋友就是 他習慣性這樣駕車 最近呢就是澳頭這個收費站 到這個樓盤這裡呢 三分鐘這樣就可以到達這個樓盤 那麼除了開車之外呢 那麼有些 你說我坐地鐵可不可以回來呢 都可以的 坐地鐵 那麼大家都知道 現在平山那裡是通了那個 沙田站 你在沙田 坐過來的話呢 大概都是二十兩分鐘而已 那麼所以呢 這個是它的交通這個問題 那麼除了交通之外呢 大家最關心的 除了剛才附近有一個商業之外 那麼它附近呢 它還有一些 就是對面 這個是南門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剛才對著那個商場 那麼它東南西巴 它都會有門可以出的 在北門那邊呢 就是另外還有那些商場的 你見到還有一間馬東路 那麼附近呢 它還有一些學校 那麼你再走遠一點呢 就是去到這個最近的五月廣場呢 大概就五分鐘 去曼達呢 大概就八至十分鐘 什麼一天假日啊 還有華美特啊 都是在這個樓盤附近的 啊 那麼大灣如果是 你們過那個 那個臨心片區看樓的話 通常呢 你們去到每一個樓盤 大家都會看到 就是到時 比如說看見啊 那你那些方面 那些方面的話呢 那個最近這個醫院 就是這個中大衛亞醫院 這個是在大灣這邊 大家提到最多的一個三格醫院 那它也是在大灣這邊 唯一可以用到 深圳社保的一間醫院 那所以呢 它就在北門這邊出去就是了 所以呢 這個樓盤 它是來這個最近的一個位置 那除了這些之外呢 附近它還有幾個公園的 那個河灘啊 還有什麼 那麼有空的時候呢 那時候呢 我到時都會放一些圖啊 或者下後期那些 如果我有空的話 都會去這邊走一下 然後呢 拍賣裡面 公園的那些狀況 給大家知道啦 小區呢 待會我會帶大家進去看的 它的陸化都很高的 這個呢 就是樓盤 它現在暫時那些附近 各方面的配套 那麼看完這個之後 你們是想問中 現在是在賣什麼格式的嘛 那我們去看那個沙盤先吧 那我們再過來這邊 看看沙盤這個位置 小區現在在賣什麼地方 我們現在就站在燃銷中心這個位置 啊 現在就是這個沙盤這個位置 那麼整個小區呢 它的佔地是21萬方 跟著那個建築面積 它就會去到85萬方 總共呢 它是分兩大企開發的 那麼現在 前面這些呢 它是一企 是因為它全埋了 所以那些樓呢 它就沒有動起這樣 這邊是屬於它的第一企 已經交付的了 那麼後面呢 這個是屬於它第二企 第一標段 其實這邊 全部都是交付的了 那麼現在呢 賣正在二企 第二標段的四棟 那麼它現在就賣正在這個25棟 這一座呢 它是兩個單元的 那麼是兩梯 四伙的 那麼我們首先看看小區的配套 這個位置呢 就是有兒院 那麼後期呢 這個售樓部這個位置呢 它就會變成那個匯鎖 到時就會租商 就是那個樓買完之後 最後面這個位置呢 就是匯鎖來的 那麼小區呢 它是有永池 在整個中心這個位置 中中間間這個位置就是永池的了 那麼在前面呢 在儀旗那個位置呢 它就有那個小朋友玩的那些 娛樂設施啦 然後呢 還有羽毛球場啊 還有那個網球 還有籃球場 這些都是有的 然後呢 你說 小區裡面的那些綠化 到時跑步啊 反正你基本上 簡單的那些運動是沒有問題的 到時呢 它就有東南星 四個門的 那麼後面 那邊走出去呢 就是剛才說的 有馬東路啊 還有那個鐘啊 都是在後面的 那麼隔離呢 西門這邊呢 就是那個檢查院啊 還有那些行政的那些單位 都是在那個左右兩邊的 那麼它這個25座隔離 這塊地呢 就是規劃在一個學校 就是後期 因為這裡是幼兒園 那麼這間學校後期呢 它就有小學啊 還有中學啊 這些全部在一起的 那麼現在埋著這個格式呢 它上面那些呢 是有86 83的兩房 然後呢 就有96 103的三房 還有一個是120的四房 那 講完這些配套之後呢 大家肯定是想看一下那個格式 是不是 那麼我即時就 就帶大家去看那個示範單位 和小區吧 現在呢 我們就去示範單位 那麼我們呢 就走過這個看樓的示範通道 那麼首先我們看一下 就是因為它是大精裝的嘛 那麼這裡呢 到時大家過來的時候呢 就一直可以看到 它所有那些裝修的那些材料 和它的膠標啊 和它製作那時候的那些工藝 在這裡呢 它專門有一個展示廳 那麼到時呢 就可以讓大家看完它是怎樣做的 用什麼材料 然後呢 是有什麼工藝 這些全部是放在這裡的 因為新華蓮怎麼說 它也是一間上市公司嘛 是不是 它都有自己的股票號碼 那麼喜歡買股票的朋友仔呢 那麼都可以留意一下 可能都有聽過這個 那麼事不宜遲去 我們即時去看示範單位 OK 現在就上了來示範單位 我們在示範單位 我們在示範單位 在二樓 都是這麼大風 光線都OK的 那麼呢 因為這裡呢 它是帶正裝膠褲的 所以呢 今天呢 就暫時帶大家看這個交流標準 那麼首先呢 要和大家介紹的是 第一個示範單位 那麼它是八十三方的 兩房兩廳 一個洗手間 那麼我們進來看看 那麼這些呢 就是標配 基本上都有這些門啊 指紋鎖 應該是配合的 那麼它這種格式呢 它裡面這個位置呢 就多一個儲物空間 這裡完全是用來放東西的 而已 你可以放些雜物啊 那些什麼東西 放在這裡 或者你要放洗衣機 放在這個位置 都沒有問題的 那麼呢 這邊再進來呢 這個就是除房 除房就一般般 就不算特別大 那麼 你說一兩個人 同時入除房 都是夠用的 那麼我們看到這些櫃啊 幾件套 還有這個星盆 這些都是有的 那麼這個位置呢 就是放這個雪櫃 那麼這個就是客廳這個位置 那麼這個客廳 那麼這個客廳對於它這個八十幾 這個職來講呢 就它的開間這個呢 就可以去到三米六的 它有這個開間 那麼呢 出到你的陽台 它這個陽台就比較長的了 因為 好像這種西積這樣 通常是比較少會弄到這種 就是有六米五的一個陽台 那麼這個是比較少 它是屬於它的一種特色來的 那麼直至望出去呢 就望小區 這邊的是南向 就超南的這個位置 那麼直至望出去呢 就望到小區 那邊 就是大家看到那些車 吹吹日入那邊 就是主角度那個位置 因為它這裡是陷政中心 剛才說了嘛 是陷政中心 那麼前面呢 是沒有那些大車出入的 因為政府不讓過 然後看了一些房間 這邊呢 就是第一間房間 它那裡呢 是送了那個飄窗位 那麼這種大窗 這個飄窗 到時你都可以自己拿來放東西 或者放什麼 正常化這個空間 那這邊呢 就是公共洗手間 公共洗手間 它裡面呢 它就配上這個鏡櫃 還有這個馬桶 洗澡這個位置 它都幫你設計了 那麼再進來呢 這個就是主人房這個位置 那這邊呢 通常就放一個衣櫃 那麼床就放在這邊這個位置 然後呢 這個主人房 它就可以直接通去這個陽台 對於它這個格式來說 其實這個大陽台 是屬於這個格式的一個特色 那麼其他方面呢 就是對於這個八十幾來說 就說 戶型來說 在市面上來說 它就沒有什麼特別大的特色亮點 那麼它是 除了開間比較大一點 那麼其他那些基本上都正常化 那麼那個價錢呢 就 等一下我們還有一個是 九十六的三房 兩位的 因為有很多朋友仔 他就說 我想要一個三房 那麼最好是可以做兩個廁所 那麼這邊呢 它就有九十六和一八零三 有兩個 這種兩個呢 全部都是三房兩位 那麼今天呢 就帶大家看這個九十六的啦 在這邊 嗯 現在到了第二個示範單位 那麼它呢 就是九十六的 可以做到三房 兩個洗手間 那麼我們進來 首先 那一邊是門啦 跟著配合這個指紋鎖 嗯 左邊這個位置 留了這個空間 到時大家就可以在這裡做個鞋櫃 其實這個闊度呢 都是夠用的 就是比較長一點的 嗯 再進來呢 這邊就是廚房 廚房 廚房 也不算特別闊 那麼 但是它也夠用的 那 這個幾件衣服 配上這裡 洗菜 切菜 這個位置呢 就比較闊 蒸盤 那麼它是有一個這個 帶上這個生活露台 那麼大家的寫衣機啊 啊 那麼上面呢 就可以整個那些儲賣櫃 還有那個 那個 熱水器 你洗澡的那個熱水器 都可以裝在這個位置的 你就不用 用到客廳的那個 外面那個陽台的那個位置 那麼走出來呢 這裡就是餐廳 放一個餐桌 然後呢 你連著廚房 就比較近 又方便好用 那麼而且呢 它這個其實 它交標這個門 選擇的這種 顏色呢 都算 OK啦 反正看得了什麼的啦 那麼這個空間 這邊這個開間就是三米五的 再出來我們看看 這個就是露台忙出去呢 這邊忙出去的景觀呢 就是忙自己的小區縣臨 即縣臨那個 一小部分啦 我們再看看幾間房 那麼走出來呢 這邊的位置呢 就是主人房 它是一個套廁來的 那麼裡面廁所 就跟剛才看的那些膠標 是差不多的 那麼再走過來的話呢 這邊呢 就衣櫃啦 床放在這個位置 那麼這個主人房的空間 對於它這個姿勢來說 其實這個主人房 就算比較大的啦 還有呢 它還有一個特色呢 就是 它這間主人房 跟我們之前看的 其他樓盤 有些不同的就是 那兩間房 在那邊那個位置 但是呢 那個主人房 就在右手邊 就是它自己是比較獨立的一個空間 或者是有些人喜歡那些 私密性比較高一點的 那麼它這種設計 可能會適合一部分朋友仔 你們的需求 因為它在另外一邊 這個兩間房 在這個位置 那麼它客廳這個 背景牆這些都是屬於是膠標的 就不是白色的白牆 那麼我們看第二間房 基本上就是 放一個衣櫃 放5個床 都是可以的 那麼有時候你再想 放一些空間 你就可以 把這個飄窗 這個位置 就是整理過來 和它一起用 那麼你就可以省回幾十公分 這個位置 那麼這個就是公共洗手間 公共洗手間 基本上它都是有窗 就不是那些黑癡 這裡就是第三間房 那麼大家可能很奇怪 為什麼會整成這樣 這間房的格式 因為類地這邊 就是發展商 它還是 只要它是做到 好像這種陽台 那樣 所有你看到有陽台的位置 那些職都是送一半的 就是它是介你 裡面這一半 就是這間房 這一半是介你職的 這一半是送的 那麼到了後期那時候 你自己收了樓之後 你可以把這個 完全都不要 你聽到 你完全可以不要 你拼了它之後 那你房間就變大了 變大了 但是有一半是送的 即是不介你職的 那麼封在外面兩個窗 就行了 這個是第三間房 現在就 帶大家看完了 這兩個示範單位 剛才看的83的兩房 96的三房 是不是 就是大家再想大一點的 還有一個 103的三房兩懷 還有一個 120方的四房 那如果是大家再喜歡 再大一點的 就 轉頭可以加個 WhatsApp 或者打個電話 然後我再傳那個資料給你看 好了 那我們看完示範單位 我們現在就 帶大家看看 下去看看 最關心這個價錢 究竟是多少 OK 剛才帶大家看完了示範單位 到了大家最關心的 這個價錢的環節 大家都想知道 你說八千多 究竟是多少錢 其實這個價錢 就看回到自己選哪種價錢 那它這裡那個價錢 它就是八千多起步的 就是比喻那種 八十三房那種 你那個總價 計算一條數 可能就是七十幾萬 你就可以上車的了 而且呢 現場這邊 它不單是那個價錢 調了下來 因為它早期一期二期 那時候呢 它全部都是無批 不低裝修的 那無批高峰期 那時候呢 它的價錢是去到一萬四的 現在就調了下來 那個價錢呢 是百千多 帶來裝修 那所以呢 今時今日我會出現在這裡 就是第一時間 告訴大家 這裡是有這個損盤 在這個位置 那其他的呢 就是還有 剛才看的九十六 一百零幾 和一百二十幾的三房 和四房 基本上 它的那個低手期 那個範圍呢 就是三至五萬 這樣上下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拿來工的話 即是你的月工 八十幾那隻呢 月工就在三千元左右 如果是九十六 至一百零三 那隻呢 你的月工大概就四千多元 如果是一百二十那個 四房那隻呢 你的月工大概就 都是四千多五千元左右 基本上就這樣上上下下 即是你三至五千元 這樣就可以了 那所以呢 這個價錢 想不想 就你們自己決定了 那這裏呢 其實這個價錢是完全沒有問題 包括它那個位置 還有它附近的那個配套 那這個小區它主打的優勢是什麼呢 第一它是賞市公司 那個實備是放在這裡的 那第二呢 這個樓盤它本身 那個位置呢 它就是水打一彎 含政中生這個位置 是不是 那你到時周圍 跟你一起住的那些令社都不同的 基本上都是公務員 因為附近呢 它有佛院 檢察院 還有房管局 含政中生等等 這些政府單位 那呢 除了這個之外呢 它還有四個公園 在這裡附近 都是在樓盤附近 就是你過去大概都是幾分鐘這樣上下 就有四個公園 本身它小區環境呢 就剛才大家看完了 它是有二十幾萬的佔地 那所以呢 它的綠化都去到百分之三十 小區就是 那些配套都是齊的 那些小區環境都是沒問題的 唯一的遺憾呢 就是這個小區呢 它那個交樓就會遲少少 它是合同呢 它是寫著2026年的 因為打彎這邊呢 它是規定 你有拿了那個預售證 就是香港你們叫預售紙 就是你拿了那個預售證之後呢 到你交樓的時候呢 一定要在三年之後才可以交樓 那這個是政府早期那時候 是在規定大灣這邊的 但是呢 每一個樓盤如果你的質素 就是你的工程比較快 或者你各方面那些進度是OK的情況下 你都可以正常這樣去報房管局 那它到時呢 它就會過來測試的了 出了這個報告之後呢 你是達到這個交樓條件 你都可以提前交 那所以呢 這個樓盤它到時都會提前 它會提至明年的十二月份 就可以交得了 因為現在呢 二十五座基本上 就已經是在封頂做那個外輪面的了 那這個呢 就是唯一小小的遺痕 就是這個位置 因為你其他呢 對於它來說 價錢 裝修 質素 以及這個品質 以及這個地段 這個位置 這些呢 完全都是 你不能選擇的了 這種 那因為 大家都知道 臨心這邊的呢 你只要了解過幾個樓盤 你都知道 它大概那個價錢 那個市場 在什麼範圍呢 通常無批的價錢 就八至九千這樣 那如果你帶精裝那隻呢 這邊的 臨心一點的市場價 大概就一萬一 一萬二左右 這個是正常化的那個市場 那所以呢 今天有這個價錢 那看回朋友仔 你們自己需求 你們是不是急著住的 如果你不急著那些 就無所謂了 那所以呢 那除了這個之外 它還有兩個大跡的 今天我沒有拍到 一百零幾 一百二十幾 如果是大家有需要的話 隨時都可以問我拿資料 那呢 你除了這個之外 或者大家 還有什麼需求 你想找什麼條件 有什麼要求 隨時都可以 加我WhatsApp 或者打我電話 那今期就 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下期再見 好嗎 拜拜 五圓 不打開 不安 不安 大 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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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